中国大陆八月一号开始取消陆克自由行签证 旅行业者首当其冲 二十七号旅行业者协会来到立法院陈勤 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姚大光指出 观光产业有两百万名从业人员 面对这波冲击政府只补助了三十六亿 恐怕很难弥补超过一千亿的观光损失 自由行再加上团客的损失 我想这个会超过一千五百亿的实质收入的损失 三十六亿补助国民旅游 能不能够弥补陆克的损失观光产业 还是觉得感谢 但是这是不足的 而游览车 租赁车业者也提到 政府虽然针对国旅只要十人成团就有补助 但是否能降低为六人就补助 增加油客出团意愿也能提升业者业绩 自由行的取消 每天自由行大概来四五千人 对一些助力车影响非常的大 要规定团十个十五个才能补贴 我们能不能降低到六个人就可以补贴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回应 中国大陆将陆克作为政策工具 因此政府解决陆克缩减不是建招拆招 而是都在评估之内 观光局副局长也强调 会整合业者提出诉求将进行跨部会讨论 大陆人民出国是要管制的 所以他这是一直是他的政策工具 所以这些部分一种这些风险 我们本来就有所评估 就有所评估 所以在这一次他停止自由行 我们很快第二天就三十六亿的 擴大秋冬里流就出来了 旅行业者强调 希望政府能把九月即将上路的 秋冬国旅延长到明年一月 并且无障碍客房 功过于求是否暂停 补助及减免房屋税 低价税等 希望政府抢救惨淡的观光寒冬 原来新闻NARO立法院采访报导